请问您刚才说什么? 我们今天的节目非常荣幸 邀请到现场为大家鼓励的一位特别嘉宾 越南富邦产物保险公司 陈振秋总经理 陈总经理您好 新早老师好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陈总经理是我的一位老朋友 还记得您公司去越南投资的时候 您是一开始就学越语了是吗? 是 没错 我认为在当地投资 应该要了解当地的文化及语言 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您觉得学越南语 了解越南文化对工作有帮助吗? 当然有很大的帮助 除了沟通无障碍外 了解文化也让我们当地的同仁 减少一些不必要的误解 这样在管理上更有效率的 那您建议对准备去越南发展的台湾朋友 需要注意哪些地方呢? 除了专业的知识和形象 语言真的是我们必备的工具 有了这些工具 可以让我们融入当地的生活 掌握当地的市场 谢谢您的分享 那今天您建议我们来教大家 学习哪个句子呢? 依我在工作上的经验 当听不清楚别人说的时候 应该再次询问 请问您刚才说什么呢? 这样才会避免误解 这是一个很正确的做法 那么今天我们来教大家这个句子好吗? 请问这份资料今天交给你吗? 稍等一下 喂你好 是是是 好 今天我会寄给他 OK 好没问题 谢谢 好 拜拜 新婚一 一文都会改记 这份资料是今天要交给经理吗? 这个没错 今天经理要用的 我知道了 感谢我们 但我们不清楚别人刚说的话 就可以再次请问 新海 自分内改记 新海 自分内改记 的句子中 新海 相当于中文 请问 自是指姐姐 同时也是第二人生代名词 你 常用来针对 比自己年纪大的女性 称呼 或是为了礼貌 并非年龄的考量 称呼对方 副词 出现在动词前方 是指刚刚或是刚才 能只是动词 说 讲 改记 是一文代词 什么 或是什么东西 所以 新海 自 我能改记 意思的是 请问 你刚才 说什么 相信大家都清楚了 现在 请跟我们一起来 练习 短句中的句子吧 我们回来看短句复习吧 请问这一份资料 今天交给你吗 稍等一下 喂 你好 是 是 好好好 今天我会寄给他 OK OK 好 没问题 谢谢 谢谢 好 掰 新海 自文都会改记 这份资料是今天要交给经理吗 哦 这个没错 今天经理要用的 我刚开始使用越南语的时候 常常也是没有掌握好 所以说常问人家 不过后来熟悉了 我就很快听得清楚了 是 原本来就是这样 熟悉了什么都能通 是的 每天只要五分钟 我们就可以学会越南语了 我们明天见 Hang up line Hang up line 拜拜 拜拜 记得 再见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